老话常说,四人不能过寿,到底是哪四人?有什么依据啊? 年轻人庆生叫做过生日,而老人庆生叫做过寿 而过寿可不是随便叫的 不同地方的人对于过寿的年龄也不同 有的地方人均寿命比较短,认为60岁就是大寿 所以,60岁的人过生日就叫过寿的 有的地方叫66岁过寿 因为民间有人到66延往要吃肉的说语 而这66岁一年半寿,就是让老人突破这个坎 从此就延年一寿了 有一句话说,生前一杯水,胜过坟前万堆灰 意思是说,很多人在长辈在世时,并不关心他 而死去后才要风光后葬,以表孝心 这是不孝的 所以有孝心的人在长辈还健在时,就多关心他们 过寿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给老人过寿就可以一家人聚在一起陪老人 祝愿他能长领百岁 但是,过寿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很多人不懂就闹笑话了 过寿是不能送中这类礼物 而是要送桃子 因为送中表有送中旨意 多么不吉利啊 桃子几乎以来就有长寿的意义 所以老人过寿时,送桃子给他最适合不过了 当然了,也不是什么老人都可以过寿的 有四个人是不能过寿的 正所谓,四人不过寿,子孙得庇佑 这是民间的传统说法 首先是父母还健在的人是不能过寿的 过寿就意味着人已经老了 可有句话说,亲尊在,不敢严老 不管年纪多大 在父母的眼里都还是个孩子 既然是个孩子,那么就不能过寿了 这是提醒人们,父母还在世上啊 那么子女就应该赡养老人 让他能够得到善终 所以,不管年纪有多大 都不能轻易严老,要保持年轻的活力 还有另一个说法,父母还在时 子女就过寿,这会抢走父母的福寿 所以,父母还在世时啊 古时候拥有孝心的人都不会过寿 就算年纪过了八十都不行 其实啊,这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 之所以有这样的讲究是因为 如果女子过寿了,还在世的父母看到后 会意识到自己老了将要离去 那么,她就可能会觉得自己时不多了 做什么事都开心不起来啊 人们常说笑一笑十年少 没有一个好的心情 对老人的寿命影响还是挺大的 因此,女子不过寿就是让老人忘记自己年龄 开心过日子 第二人是没到六十岁的人 也是不能过寿的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 六十年就是一个假死年 也就是说六十年一个轮回 所以当人达到六十岁时啊 也就到了花甲这年了 就可以过寿了 那些低于六十岁的人呢 还算是年轻体壮的人 应以事业为重 其实有了地方 九十岁以上也不会过寿了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容易让老人太过关注自己的年龄 把每天当作最后一天过 太不乐观了 会很影响老人的身体 二是九十岁也真的太老了 身体很虚弱 举办寿宴又太麻烦了 老人根本折腾不起 所以啊 给九十岁以上老人过寿就是折腾的寿 第三人是七十三岁老人不过寿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六十岁为花甲这年 而七十岁就是古稀这年 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 人们的寿命很短 七十岁的老人很稀有 而孔子这样的圣人 在七十三岁就去世了 所以啊 七十三岁就是一个坎儿 到了这个年纪不能张扬过寿 第四人是八十四岁的人 原因也跟七十三岁人一样 孟子也是八十四岁就去世了 所以啊 八十四岁是一道坎儿 人们把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当作人生的两道坎儿 每一道这个年龄时都要低调 对于这样的说法 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好的